yo yo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你提纲了吗 我们开始 很久没有聊鸡汤了 虽然很多人喜欢吃大鱼大肉 比较喜欢听K老师聊圈内的一些八卦呀 新闻啊 女演员的故事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听K老师聊这些相对鸡汤一些 相对正能量一些 或者说纯粹是个人的一些人生经验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聊这个 那经常会有人问 老师你教了我们很多如何变强啊 如何变得更好的男人啊 但是我没有朋友 我没有社交 我把自己变得再好也没有用 我怎么来扩大自己的社交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如何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或者说如何让自己交到更多的朋友 那我们会分三个方面来讲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包装自己 第二个宣传自己 第三个推销自己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首先就是包装自己 那包装自然是从内到外的 外在的部分可以看我以前那些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视频 比如说保持外在的干净啊 没有头皮蟹啊 口气清新啊 勤刷牙啊这种的 包括衣服要穿的着装的整齐得体这种 那今天我们来讲内在的包装 内在的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句话 就是增加知识面 那所谓的增加知识面就是你要知道在社交圈子里 社交层面上 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没有一个人喜欢跟自己讲的话 对方没有回应的 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的人去沟通去聊天 那这个要求你起码在很多知识面上你需要比较博大精神 就是百事通万事通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这大家记住啊 不是说什么都要懂 因为什么都懂 其实就代表着什么都不懂 都不经 对不对 你有几个方面你自己会研究的比较透东西 那在别人正好聊到这些方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接话上去表达和阐述自己的观点 让别人觉得 哦 这个人还挺懂 或者你最起码要让别人觉得 哦 他讲出去的话对面是有回应的 每个人都喜欢得到这种反应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讲的话没有回应 那你不会喜欢跟那个人沟通 所以这个是社交层面上其实最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增加自己的知识面 那增加的方式很多了 看书 刷新闻 听广播各种东西 就是我每天反正给自己定下来的规矩 是每天要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的各种新闻 包括推特上的各种新闻 不管是政治的 金融的 甚至是天气的 体育的 娱乐的 设计的 各种的 还有玩具的 动漫的 游戏的 都要看 怎么说呢 你就当是一个每天给自己工作之余的一个放松 顺便能吸取一些新的知识 这些知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出现在 某一个关键的社交节点上面 所以我觉得包装自己最核心的还是内在包装 让自己整个的就是在社交层面上处于一个不会慌的一个地位 为什么不会慌 因为我接得上话 我不怕你们聊我不懂的话题 因为我大部分话题都懂一些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那这是第一步 包装自己 第二个 宣传自己 那这个宣传呢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 你要在自己身上贴上标签 这个标签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必须有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点 让自己或者别人可以很轻易的记住 举个例子 K老师以前刚入行的时候 我是扎一个很长的辫子 对不对 就是我当时因为就是以这个造型入圈 然后我特意找人设计的logo也是一个马尾辫的一个造型的 那我们讲的最浅显一点说 我的标记就是马尾辫 当你圈内聊到马尾辫这个时候 聊到马尾辫华人亚裔这几点之后 你第一反应就是 OK 老师 对 他就是这么个造型的 其实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打标签 那如果说想要很好的宣传自己 你必须在自己身上拥有不止一个标签 而且这个标签除了刚刚说的外在的标签以外 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标签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前面需要增加自己的知识点 就是我希望在某个社交点上 我可以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给人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这个印象其实就是打上了一个很好的标签 比如说 我很精通体育 或者我很喜欢体育 那圈内都知道聊橄榄球 只要跟Dr.K聊就好了 因为K老师的橄榄球懂得很多 那他们就会记住了 哦 圈内最爱橄榄球 最懂橄榄球的导演的人是谁 是Dr.K 那我这些标签有什么用 其实就是在自己 在让自己在社交生活中 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人想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 我没有社交生活 我认识的人不多 别人都不跟我打交道 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去的是朋友 那首先你要让别人知道 你要让别人记住 要让别人随时随地 有可能会想起你 你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就有可能会跟你进一步的去沟通 去聊天 那你的社交生活就逐渐打开了 所以其实推广自己 就是所谓的宣传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 那宣传还包括了社交媒体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 自己的社交媒体链 但是不是说让你们去做自媒体 做媒体人 只是说你需要有一些社交 比如说微信朋友圈 比如说微博 比如说什么抖音 知乎 各种东西 B站都可以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到两个 自己固定的一个社交的平台 让别人可以通过这些平台 来更好的了解你 那这很多人要问了 老老师在平台上发什么呢 总不能像很多人一样 就吃个饭 先拍张照发什么 那这个是不行的了 但除非你顿顿两万美金 三万美金以上这种大菜 你拍好了 你拍几张发出去 很快就有人来找你 很快就有人愿意给你打交道 但问题是那种社交 是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核心在于宣传自己 你要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 擅长被人发现的东西 你今天如果真的做菜做得很好 你可以拍自己的厨艺的照片 或者这种东西来作为自己宣传的一个点 对不对 那你即使不是厨师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让别人对你产生兴趣 所以就是有一到两个社交媒体 社交平台来作为固定的 让外界知道和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 这其实就是第二点 所谓的宣传自己 那做marketing的人都知道 宣传其实跟推广是不一样的 宣传只是说 我摆在这让你们看 推广是我主动推出去 我要让你主动的看到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到第三点 推广自己 推广自己最简单的就是 第一 尽可能参加各种多的社交场合 的活动 这个社交场合 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要局限于那种什么公司 同事聚会这种 在我看来 这个是最最无用的社交 社交圈子 是真的是最没用的 首先 如果你想结交异性 我个人不建议办公室恋情 所以这个已经被 已经被屏蔽掉了 对不对 那其次办公室里面 因为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勾心斗角一些 而于我诈在里面 你不可能跟别人真正贴心 交心的去沟通 去交朋友这种的 那我今天所来的社交 是希望大家获得更多的 不管是朋友也好 或者是在生意上能帮助自己未来的 partner也好 或者是生意的合作伙伴也好 都可以 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在公司层面 所以我比较推荐的一些方式 什么 比如说去看看一天天音乐会 演唱会也可以的 但是演唱会不要听那些太年轻的 就台下都是在疯狂叫的那种 那个是没有什么毅力的 听听那种相对相对老一些 比如说听个蔡琪演唱会 就会发现台下做的 一都是有一点年纪的 第二都是相对比较稳得住的人 听个什么刘德华 听个这种什么徐晓峰 这种可能暴露年纪了 比较老对不对 你去听个Talesoft演唱会 你不要指望你能交到什么朋友 都是一帮就叫到风天风地的这种歌迷 对不对 就在这种场合不适合 可以听乐会 对可以听去看话剧 去听听这种所谓的 现在不是国内很流行脱口秀节目 对不对 去听听这种 让自己先习惯容于人多的一个环境 首先这就是解决社恐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 对很多人说 老师讲这么多 我是个社恐 那你说你真的是社恐 其实社恐的核心在于 你自己拒绝了这件事情 而不是外面不欢迎你 是你自己不去做 所以先把自己推向一个公共的环境 然后呢 老几一条 就是六度分割原理 这是K老师这么多年以来 在社交场合上 我自认为做得很好的一个最基本点 就是我牢记这一条六度分割 就是我想认识的每个人在六度之内 一定会能让我找到相关联的人 就是这就是其实告诉我 你要主动的去把你的人际关系给扩出去 我认识了我的朋友 我可能主动通过他 确实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就是你要参加各种活动 这就是包括对不对 然后就会结合前面的 因为你给别人留下过某些深刻的印象 因为你很健谈 因为你视视面很好 因为你外形看起来很干净 你各方面能让别人记住的 你就非常轻易可以打进任何一个人的 所谓的社交朋友圈 你进入了别人的社交朋友圈之后 这些逐渐逐渐就会变成你的社交圈 对不对 很多人还说了 就说起来挺简单 做起来很难 那这个是的 那做起来甚难 首先你要去做 首先你要知道该怎么去做 对不对 所以第三点就是所谓的推广自己 主动让更多人知道自己 融进各种大众的活动 社会的活动 小圈子不是不可以 我刚刚说 就是公司同事聚会这种就意义不大 外面的朋友中聚会是可以去的 但是切记 这种聚会不是那种酒入聚会 不是一个个吃的喝的 跟湖天海地似的 喝完之后话都讲不清楚 这种这种社交是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价值的 对不对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我知道这个话题非常广 真的非常广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 想聊的 我非常愿意 以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 人生经验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反正一起共勉 好吧 今天就聊这么多 希望大家喜欢这碗鸡汤 那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加了吗